大家好 歡迎回到孫日訪問中 這次是冷門車站街訪企劃 一出篇 去年在雙溪車站街訪 意外開啟了新北山藥戰爭 山藥 阿爺 香花 毛蟹 阿我們這裡的山藥比較好吃 上次去雙溪的時候 也說他們那邊山藥很流行 對 他們山藥一均差不多200 他們說他們那邊的山藥 又比雙溪的更厲害 一斤可以賣3 400塊 450 今天有扣出來 我觉得吃的人要考虑考虑 但拍完一系列激烈的山药唇枪舌战 却只喝到一杯山药奶昔 实在很可惜 后来双溪冠军山药达人林朝根先生的儿子 向我递出踩山药的橄榄枝 于是我决定带着装上Castify手机壳 我的iPhone 14 Pro去双溪踩山药 绝对不是在炫耀 是真的接到干爹Castify手机壳的邀约啦 Castify是一个国际时尚配件品牌 防摔 环保 又可以客制化 全面使用Ecoshock科技 以上一代防护力多20%以上 终极防摔手机壳 更多过6.5公尺防摔测试 而且注重环保永续的Castify 手机壳都是以65%回收物料 植物原料以及回收旧手机壳制成 官网上有红的绿的黄的纸的上千种印花任你挑 如果有什么随时想提醒自己的心情语录 还可以像我一样克制独一无二的手机壳 装上Castify手机壳 出发去双溪踩山药啦 那个我们协会的总干事幸福 啊 我之前有打电话给他过 就是你打的哦 哎 呃 请问是那个 三雕领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吗 是的 你好 声音跟本尊完全搭不起来啊 总干事 认识他哦 是你的福气 认识我是你一生的幸运 认识他们两个 哦哈 你这一生哦 都不必不必愁了 你看 我们看不到 山上都开妈的变组耶 没错 这次要跟我一起欢庆双十挖山药的就是 三雕领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三雕领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跟绝对没有怕老婆的黄大哥夫妇 你这是林大哥的儿子吗 对对对 清玄吗 清玄 这个天气可以采吗 可以可以采 可以采 哈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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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哥你好啦 叫我孙女就可以了 孙女 新北市有三宝嘛 山药嘛 地瓜嘛 还有脚白醇啦 我们这个其中一宝啦 我这个就是苗 种苗哦 今年种的第六年 种在这边 种在水管里面 哦 你们吃的哦 小小小的 小小的就是这种的 啊埋管是比较好种吗 还是比较快 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的采收 这导管啊 所以 不是有管子啊 就是导管 导管 对 所以跟它品质无关这样 品质无关 导管栽培跟非导管 都是同一个family 我一直以为野生的 听起来好像比较 比较厉害 这个都是野生的 这个都是野生 对 这以前都是野生的 现在说是人工栽培的 好 比较便宜啊 山上挖的 一斤现在 差不多 四五百块以上 山上挖的一斤要四五百 对对 稀少 你一天你采到多少 我叫你去采 明天可以采多少 所以是量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它比较稀有 所以比较珍贵 对对 野生山药比较贵 纯粹是因为 跟日本压缩剂一样稀有 那你们现在这边 这个一斤多少钱 客戟的一斤 一百九 稍微差一点的 那个一百八 那很便宜啊 上次去领角那边 他们说他们的一斤四五百 没有 这个 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 是这种的 这个工资很多啦 挖出来的工也很多 我们这个很方便的挖 一天两个人 最少挖了三四百斤 这个没有办法啦 领角山药比较贵 纯粹是因为比较难挖 但是都一样好吃 不是 这个稍微有Q一点啦 从这个稍微 没有那么Q啦 好啦 领角山药比较Q 营养存在我看是 差不多啦 就是这个 椅子来这边种的 你看 哦对对 本事同根生 对 我还以为一斤比较贵 那个是吃起来特别厉害的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 所以选这个CP值比较高 哈哈哈 但双吸山药CP值还是比较高哦 虽然搞清楚种植方式跟优劣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究竟谁才是正统的原生种山药呢 这要从种子开始说起 它叫做 无法国淋漪子 这就是山药的子 对 我跟你说 这就是淋漪子可以种的 淋漪子种 种了会变成这种 对对对 细细的这个 然后这个第二年再拿去那个管子种 对对对 就是可以叫做种苗 人家说导管的不是原生种 不是这样 原生种 它这个细根很密 一点一点的就是茅囊 外来种的大叶种的 没有茅囊那么多 辨别这个是原生种不是原生种 就是这样辨别 虽然搞清楚了什么是原生种 但是是双溪原生种 菱角原生种 还是三雕岭原生种呢 本草钢木 你要去看 这个叫做 原生种 居容山药 所以不是双溪也不是瑞芳也不是什么 结果是基隆原生种啊 另外因为每个地区都自称是冠军山药 因此我们也问了林大哥这个敏感问题 我有看到新北市每年都办那个品鉴 山药的品鉴大会 每年都会 我去年有去那个希望广场参加 哦 那一年我得到 雅俊嘛 去年吗 对 那今年有没有信心 信心当然也有啊 哈哈哈哈 没有什么把握啦 哎呀 这么客气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要参加比赛 嗯 10月14日 所以那天就是要 准备很多山药带过去给他们那个吗 只有带两条而已啊 所以要从这边 这整片田里面选出两条最好的 随便抓两条 过去就好了 那你们这边是 隶属于瑞芳农会哦 对 瑞芳 共僚 双溪 三个乡镇 哦 这边统称瑞芳地区农会 对对对 那你们要先区内竞赛吗 要 那也是要选两根最好的吗 没有没有 我就讲两根 最烂的 真的 最烂的 那个奖杯都拿到 拿到我的家都不好意思啊 对不对 对 太烂一点给别人嘛 对不对 那如果不小心进入决赛的话 嗯 不可能啊 然后就直接取赛冠军了 辟调结束 真的要开始挖山药了 黄大哥不是也要经营农场 在这边取经一下 交流 也要种山药 这样哦 不是要种草莓 我组成药 我没有种山药 没有 我要种牛棒 牛棒 没有不好啦 种山药 种了啦 我们 我们这边很适合种山药 种草莓啦 因为我在活动 不是一样 好像那个 我那块地太干了 对 黄大哥 种山药吧 这管子是埋在这边 你们看到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这出来的比较小 哦 伪装 伪装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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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大哥这番操作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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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戏做得很足啦 从这一块出头要 我们已经订好点了 斩药是鸡啊 对 斩的 斩的 哦 要扭往的 扭一下就回去了 往这边拉过来就好 哦 往后这样拉 对对 好好好 好 对 用力 用力 啊 会不会断掉啊 不会不会 你要抬高一点 啊 对 好 上上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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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这只差不多两斤多 两斤多 对 哇塞 哇塞 赞 赞 现在 5斤啊 5斤啊 那我挖给你 哈哈 我也是要8斤 我也是要5斤 我也是要5斤 没有啦啦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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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运动力也太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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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哎 这是没有 哇 都空包蛋了 哈哈哈 大哥我心里受错了 哈哈 不会不会 哈哈哈 不 大哥 我伤到无法工作了 中午 来到此行我最期待的 三藥品評大會 這個是剛剛我們吃的 對 無重的那個 試試一下 青龍原生種三藥 我的三藥 人家賣白來不正常 白去骨仔麵 外面脆脆的裡面軟 還很難吃 有人有很新鮮 沒有沒有 誰在跟著我 沒有啊 你吃了 但當我喝到湯的時候 這就是Q 這就是Q 誰呢 誰呢 這個叫野生種三藥 野生的 對 比較細的那個 比較Q 比較Q 鼻子吃生的三藥 還是一個芥末風味 要放蜜 對啊 這好厲害 親所未有的口感 對 剛剛黃大哥 那個三藥莎西米 中間的那個 白色紅色 是三藥屎 被破壞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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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黃大哥 這是什麼意思 你都不 哈哈哈哈 太逃離譜了 他那你剛給我看我 還在叫我吃 你還在跟我講人藥屎 三藥農夫 午完農之後 也是可以來喝杯咖啡了吧 先來講一下 用了這個Castify的手機殼 用了一整天的心得感想 剛開始在家摔的時候呢 就是非常的不安 從這麼高開始摔 是覺得不行不行不行 我心臟受不了 後來到今天整個摔到有點得心應手 剛剛在那個三藥小禁的時候 還直接就給他 從這麼高的地方給他摔下去 真的是蠻難摔 像他說這個中級的話 就是可以 從高達6.5公尺的地方摔下來 他有通過這個防摔的測試 然後除了 他很耐摔之外呢 覺得比較欣賞他們的手機客的一點 就是他們使用了很多環保的材質 一開始我拿到的時候想說 旁邊這個幼稚的塑膠閃片是什麼東西 後來他還跟我解釋說 這個塑膠閃片呢 是因為他們回收了很多舊手機殼 手機疊代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可能每一年就要換一支新手機 那舊手機殼不就沒用了嗎 那Castify呢 就是把這些舊手機殼全部回收 再製成新的手機殼 他們手機殼旁邊這個彩色的塑膠閃片 是每一個舊手機殼 他們把它重新賦予新生 然後加上這個小勾勾 就是可以讓我背在身上 勿農相當的方便 這是一個不錯的農夫手機殼好選擇嗎 沒有啦平常也很容易甩 在勿農勿完來喝咖啡的時候 因為精神比較換散嘛 就可能會這樣子 就這樣 然後就突然嚇一跳 然後你就會下去查看一下 手機殼有沒有事情 很緊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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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完全完好 還可以正常的拍照錄影 非常不錯喔 除了很好摔之外 Castify 還能客製化自己的夢幻手機殼 只要進入Castify 官網 點選客製化設計 除了iPhone 也有Samsung Google 手機可以選 點進去後再挑選你喜歡的手機殼樣式 手機殼防摔程度 顏色 最後是文字 通通可以自訂 可以寫上自己的名字或綽號 或是跟我一樣寫上想時刻警惕自己的人生格言 就獲得一個獨一無二 隨時都莫忘初衷的手機殼啦 而且現在使用孫女專屬連結 還有八五折優惠喔 還在等什麼呢 該換手機殼了吧你 大哥 你好 你好 五樓 五樓 這樣會緊張嗎 沒有緊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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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這裡機殼20萬年 這樣 這邊是選兩條最漂亮的嗎 最好 最好 只要一名雞 可以說三隻又少啦 反正不一定就只要你不知道 不要這樣說要有信心 有 哈哈哈哈 山藥競技場一開放就湧入了大量農友 大哥覺得八號密碼八號應該會得獎 但是他說八號不是他的 最後終於要進入紀念度 新北市山藥大賽決賽揭曉的環節 接下來頒發的是亞軍 亞軍有兩名 第一位是密碼十七號 衛邦藍市民 接下來頒發的一樣是我們的亞軍 密碼五號 三隻榮會 吳信蘭 我們邀請三種榮會 張石雄底市長為我們頒獎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頒發的是 哇麥克風還壞掉 我們 我們 我們押走我們 原生總管之族的冠軍 就是 密碼二號 對方 吳伯賢 我們邀請 旁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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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哥 今年共孤了 沒什麼共孤 我今年 得了兩個獎 一個獎是秘密 一個獎是公開的 雖然帶著些許遺憾 但沒關係 因為是雪瑞兩條最差的嘛 而且再怎麼樣 不會踩過瑞芳的冠軍山藥啊 甚至還參與了這場既冷分又激烈的盛會 竹林大哥明年也有好收成 再戰這個新北市山藥的最高殿堂 立岩算你 我來 換你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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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